在这个抗疫理念的事实过程当中 它要秉承了一个总的方针 是动态清零 但动态清零 它并不意味着 它追求的是零感染 因为这个病毒 它是有独特的 从它的疾病谱的情况来看 它有相当一部分比例 是无症状感染 即使有症状 它的症状也不会像其他的传染病 特别是SARS 它比较容易识别 容易诊断 加上它的传播途径 非常容易实现 可能当下我们对这个疾病 让它不感染 我们的实际的能力 包括我们的手段 还不完全具备 但是我们会尽量的追求的少感染 要追求的是 一旦感染 我怎么快速的发现它 识别出来 然后快速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来努力的把传播途径切断 来保护绝大部分的一百人群 我以为这就是动态清零的精髓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讲解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咱们下期见